接着来看担任教廷驻华大使馆的代办秘书 意大利籍神父薛维义 他才刚刚到台湾不到两个月 从来没有离开过台北的他呢 日前是第一次到了高雄 选择到佛馆来进行参访 而这一次的人间佛教初体验 让他感到十分的新奇 在当中也了解到这是一个互相尊重 还有包容的地方 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教廷驻华大使馆 代办秘书薛维义 在退休总主教叶胜男 教廷骑士苏金玉陪同下 欢喜由佛陀纪念馆 副馆长永荣法师 特别亲自接心以及制赠结缘品 并表示双方虽然信仰不同 但更应该多多互动交流 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融合的愿景 薛维义也表示 这是一个互相尊重包容的地方 让他十分感动 他来到这里 不但他了解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 而且了解我们这里的宗教 就是特别是跟我们 跟你们一起这样有一种接触 那么互相了解就非常愉快 就非常有用 就是很容易就互相能够沟通 能够融合一起 这次陪同前来的总主教叶胜南 多年前虽曾造访佛光山 但这也是第一次到佛陀纪念馆 他对于这里的环境赞赏有加 也期待不同宗教能够互相合作与交流 现在的时代不同 现在的时代不同 我们天主教也要关怀佛教 我们希望佛教能够来关怀我们天主教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共同这个人类的一种目标 那这种目标不是你单独能够办到的 你是要不同的宗教 大家来合作 我非常感动 为什么 这是表示说 这个佛教对这个文化 对我们这个中国历史非常尊重 而且非常道地 对不对 是令我们非常感动的 三人跟着佛光小姐的导览 细细聆听佛馆的一切 不论是护身图 中史馆 大家都感受到人间佛教的亲切与平易近人 以及宗教融合与包容 他们都说 这是一个令人欢喜的地方 人间卫视苏娟娟刘康林 高雄采访报导